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阳 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得到一张神奇的地图 可以标记你最喜欢的人的位置 你会选择标记谁呢 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阳吧 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就要被拆除了 我身为虚地鬼地产公司的律师 一定要保证这个地方拆除之前 没人捣乱才行 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这里都好几年没有人来过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先检查一下这里的设施吧 诶 这是什么 哪里来的照相机 不早就贴了告示吗 禁止拍照的吗 诶 这个照相机感觉和其他的照相机不大一样 莫非这个是放映机 诶 原来这个照相机内另层乾坤呢 诶 那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也在那里 不对啊 我明明在这里啊 先躲起来观察一下 我记得那个人不是以前那家照相馆 啊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突然感觉这么难受 好久不见呀 莱莉先生 你不是应该和那家照相馆一起 一起消亡是吗 你也太小看我家祖传的照相机了吧 在你们强拆照相馆的时候 我躲到了照相机里才逃过了一劫 现在我要把我当初受大的痛苦 全部都还给你 来 莱莉先生 笑一个 嗯 拍得不错 诶 什么人 诶 快点救我 他进照相机里了 还好今天早上我的两个门牙隐隐作痛 就知道今天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提前安排了人到这里后会合 不过 他这个照相机真的很神奇啊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功能 好了 不管他了 等我出去后就给他发一张律师函 下次再见面估计就在法庭上了 他们两个好像在这里 喂 不要再查资料了 先给我治疗一下吧 真麻烦 要不是看在你我都是上等人的份上 我才不会来这个马上要拆除的地方 帮你看一些无聊的资料呢 等一下出去以后 记得请我吃饭啊 喂呀 是是是 等出去以后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现在先确保一下拆除工作 诶 查完一个 看来机械师的工程进度还是不错的嘛 好了 准备出去吧 你们要小心约瑟夫 他好像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 嗯 有人都跑哪去了 不会都出去了吧 哦 没有 都在这边 看起来我们中的某个人碰到了约瑟夫了 好像是机械师 不过前锋已经去帮他了 应该不会有事 那我就在这儿 如同电影里的群众演员一样 给队友增加一点气势 不要怕 我还在 不要担心 我还没有走呢 不要 不要什么 快点走啦 哼 看来我的气势加得不错 全部人都逃离了约瑟夫的追击 等一下到外面 我请大家吃饭 顺便告诉约瑟夫